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欢迎收看小主播看天下 大家好 我是李廷轩 我是陈千佩 我是尤雅琪 我是黄玉燕 我是乌孟轩 请看今天的WOW新闻 千佩 我问你哦 你妈妈去买菜时 都会去传统市场 还是超市买东西呢 我妈妈比较常去超市买 因为他说超市比较干净明亮 物品陈列整齐 买起东西来很方便 很多人和你妈妈 都有一样的想法 因此很多传统市场 都逐渐没落 在彰化南郭国小 有一群学生发现了这个问题 他们还做了一些努力哦 哦 他们举办了什么样的活动 来帮助这些市场 找回以前的繁荣呢 跟我一起去看看这个新闻就知道了 猫手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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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鞋修令 民生电器堂 保卫大台湾 保卫大台湾 在市场的摊贩里 与这些孩子 为什么会聚在一起呢 他们抱着帆布 又要去做什么呢 那些布置太强了 对 三个礼拜早就乘关哦 哈哈 原来彰化市南郭国小 芝悠 芝人班和民生市场商家合作 举办民生市场小旅行 由学生登任小导游 带领游客们体验彰化民生市场 因为我们一直想解决机车不要骑进市场的方法 所以我们就画了地点看可不可以让机车不要骑进来 小孩就自己说 他们看到我们画这么漂亮 复制这么漂亮 会不会就不骑车进来 就会用走的慢慢欣赏 学生们为了解决机车进入平凡的问题 发想了这个创意 地点彩绘花了他们两个礼拜的时间去做呢 五彩缤纷的帆布上 是学生们亲手彩绘 画上市场摊摆的特色 还有可爱的跳房子 让市场变得更加有活力 红州外面的材质 最低章是什么 签名 好 把两个去 准备工作都完成了 活动即将开始 但是小导游们好像有点小烦恼 我现在心情非常紧张 因为这一次是公布在网路上 让大众自有参加 所以不知道会有多少的 有点紧张 然后我昨天还背到10点45分在睡觉 难过国小五年级的沈家瑞 眼睛只能感受得到光 虽然看不清楚眼前的人事物 面对人群毫不怯场 在田野调查时收集不少贪犯故事 与贪犯的互动相当自然 大家好 我现在要介绍的是菜饭 大家要不要听听看 庄老板面的诗啊 好 像这 如果说吃高的菜 小孩吃得比较漂亮的 吃菜头 好 等会大家探紧 别大了 你小孩吃完后 也不然像刘邓华 他贏了 其实我还蛮讶异 就是有 民生 市场 卧虎长龙的高手 也都一一被挖掘出来 开场 那个爷爷会弹电吉他 我觉得很有趣 还有另外一个介绍 介绍有一个阿嬷 她是那个佐久的国手 那个也很有趣 15 16 47 48 49 5 15 8 6 8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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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4 9 1 9 2 9 3 9 4 9 5 9 6 9 7 9 8 9 9 1 我希望这里经过这次导演之后 来参加我们的顾客也能 再次来光临市场 也能跟谈判像朋友一样聊天 我相信他们也在他们的心中里面 实际的去感受到 改造市场这件事情 是真实的可以实践的 然后除了收集故事以外 吸引更多人来到这个空间 然后也把这个空间的 这个精神扩散出去 让彰化这里被更多的人认识 让更多的人一起来到彰化玩 祝民生市场生意兴隆 原来菜市场不只卖菜 还有很多卧虎藏龙的高手在其中 对啊 竟然能用菜刀 靠桌球几百下 难道每个产品市场里面 都有高手藏在里头吗 有可能喔 说不定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 那想问问大家 有没有在家里附近的菜市场 发现一些很有特色的地方 值得我们去认识它呢 我们来看看大家准备的资料 这是我家附近的六合市场 我觉得它最有特色的地方呢 就是它你想要买的东西应有尽有 可能有些店呢 它今天卖衣服 然后明天就卖帽子 然后后天又卖拖鞋 从头到脚的东西都买得到 我要介绍的是市东市场 因为市东市场它是有改造过 然后所以就是很整齐很干净 像这个物品都摆放很整齐 很方便客人使用 然后他们还有自己的回收厂 还有在屋顶装设太阳能板 跟雨水回收 像这个集银罐就是很特别 它用宝特瓶 还有洋葱的网袋 里面放一些厨余吸引苍蝇 这是我的东港鱼市场 它在屏东 它前面是卖生鲜的 你可以带回家自己去烹煮 如果你饿了 你也可以直接到后面去 它有开放的餐厅 可以直接供你吃 这是我的 这是新生假日农事 那边因为就在我家附近 所以那边的老板们就会说 什么小帅锅你又来了之类的 然后我就可以用比较少的钱 买到比较多的东西 这个是我的 这是七祖市场 那它每天也都会摆不一样的东西 像这个就是五金货 可以用很便宜的十块二十块 就可以买到你想要的东西 这里也有蔬菜水果 还有一些衣服的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二手的衣物什么的 会在那 就不定时的出来摆摊 所以呢 其实在里面就有点像寻宝的样子 可以找到很多很有趣的事物 那我想问你们呢 你们陪妈妈出去买菜的时候啊 都比较习惯去菜市场 还是去超市 我自己的话是比较喜欢去超市 因为我们家六合市场那边 有时候会有一些摩托车 就直接骑进去 我觉得那些摩托车 骑进去不太安全 而且后面排出来的气 可能会用到一些青彩 就觉得不太干净 像我的话我都会去 因为我们家附近有超市 也有传统市场 那超市的话就是比较干净 比较整齐 那传统市场的话可能比较便宜 但是没有那么卫生 那像我的话我会比较想要去传统市场 第一是它就在我家旁边嘛 所以很方便 然后第二是如果我去那边的话 他们就会拿一些东西塞我嘴巴 然后都认识你 对 现在的生活已经越来越便利了 但是市场里面的人情味 还有趣味是没办法被取代的 所以大家如果假日有空的时候 也可以多多到传统市场去走走 搞不好也会发现一些很特别的人事物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Amazing Kids Amazing Kids 你可曾经有与生长人士相处过的经验 你可曾经关心过他们的日常生活 或者是他们的梦想 今天我们Amazing Kids邀请到的小导演 就有在关心这个议题哦 让我们欢迎宜兰南安国小的三位同学 那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那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吴云轩 大家好我是刘新如 大家好我是王一琴 欢迎你们 可以和我们说说 这次拍摄团队所负责的工作内容分别是什么呢 我在这部电影中负责的是导演 我负责的是车拍 我负责的是访谈加记录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你们所拍摄的纪录片 我们的约定的精彩片段 在苏澳的街头 常常会看到这部蓝色的团队 小战车 特殊的造型真的很酷 常常吸引我的注意 常在想 他要去哪里呢 我很好奇想一探究竟 我们都叫他Faby阿姨 曾经在台北工作 坐轮椅也二十多年了 阿姨很乐观也很健谈 很会说故事 我觉得他很清晴 阿姨总是开着蓝色小战车 在社福大楼忙进忙出 这里的环境很好 一点也没有障碍 是 双小战车 我们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兰青东路五段 在直小时上想要增进自己的专业力里 每天都忙到八九点 甚至十一二点才回家 自从做人影之后 真的跟以前觉得完全都不一样 所以我那时候就真的感觉 好像我已经跟大家都活在不同的世界了 譬如说以前你要喝个水 就靠近那个杯子就可以了 可是自从做人影之后 你还要把刹车打开 然后双手还要推在门里 我连自己都没办法去住屋房来拿一个碗 我连吃饭都没办法自己盛饭 我连洗澡我都没办法自己进去 我甚至连上厕所都没办法自己 我们基本的收获上所需要的所有的 我都变成没办法自己完整 如果还有机会的话 我会希望再像以前 跟上台北去读书屋上班一样 坐火车 然后到台北 然后我很想再去看看 我离开之前的那个地方 是 那点电话因为我还有很多 我们帮的回应 是 所以我还很想要再去重温那种 来进来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喜欢阅读、喜欢写散文 Wonby很好是个感性的人 以前还没做轮椅的时候 因为是我哥哥的影响蛮深的 他以前跟我们说 我们应该要每个月省一些零用钱 来买书 所以有一段时间好几年 我维持了好几年 我像九哥、尔雅 我去试他们的常客 这些年来就比较少了 很贴近生活的议题 而且这部纪录片也被获选为 我都觉得很有兴趣 就像这张一样 菲比阿姨就顺利地上火车了 还有我们在火车站迷路的时候 我们走了很久 但是始终找不到我们要找的那座电梯 最后我们是去问一位卖口香糖的阿姨 才找到了电梯 那感觉你们经过这趟旅程是蛮辛苦的呀 你也听说我们的小导演吴云轩阿 他在这趟圆梦旅行回来之后 还做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喔 至于是什么体验呢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阿姨说每次坐火车回宜兰时 最期待的就是穿越草岭隧道的瞬间 看见龟山岛的感动 这印象在他脑海深深烙印着 他说龟山岛不变的守候 无论晴雨 迎接美味游子的喜悠 福龙这个隧道之后 眼前看到那一片海 就感觉我的心情像那海浪一样 非常的跳跃 欢迎今天的台北之行 我很开心也很感动 尤其离开台北这么久了 能够跟你们最亲爱的小朋友 再回到我很怀念 很值得经验的地方 我很感动 感谢观看 手會很痠讓人家很不舒服 而且做每一件事情都很麻煩 什麼都不方便 會很想要爬起來 像正常人一樣走動 花牙還有成瓣跟丟垃圾 都需要一直拉回走動 會讓手覺得很痠 還有上廁所的時候需要 如果有台階的話 需要把輪椅抬高一點才能過去 有時候都會撞到東西 尤其是路很狹窄 我覺得做到輪椅上面真的很高 也很舒服 而且想一直障礙著 還要忍受身體很冰透 我覺得社會上應該要增加 增加許多對輪椅有幫助的公共設施 例如增加許多電梯 還有無障礙計程車 跟無障礙的公車 讓身心障礙者可以自由地去各地旅行 不會受到約束 原來導演雲萱也有自己做輪椅 來體驗身臟人士的生活 過程應該很辛苦吧 有什麼不方便的地方呢 過程真的很辛苦 而且做每一件事情都很不方便 例如在教室裡為了要通過 所以必須把每一個椅子都移開 才能弄出一個寬敞的位置讓我們過去 然後還有像在乘飯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把手抬得很高 因為它的高度不符合 所以就會有點辛苦 下課的時候也不能和同學出去玩 只能坐在輪椅上靜靜地看著他們玩 所以覺得很無聊 經過這樣的經驗 雲萱對於身臟人士又有不同的看法了吧 有 以前我本來以為 他們坐輪椅的人是很簡單的 而且出去旅遊時也不用一直走路 可是坐上輪椅之後 我發現與我想像的完全不同 坐上輪椅之後啊 做什麼事情都很不好 然後也不能像自己想像的那麼好玩 所以我覺得他們和我們想像中的其實不是那麼簡單 那次你們花了一個月的時間 跟開菲比阿姨的生活 完成了這部紀錄片 相信你們大家也有很多的成長與收穫吧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這一個月我們學到了課堂中學不到的東西 近距離和身臟者接觸 了解了身臟者的不變 我們要謝謝菲比阿姨願意陪我們出去 因為其實有些坐輪椅的人 她會害怕和別人出去 會怕別人用另外一種眼光看她 但是菲比阿姨完全不會 她很勇敢地和我們一起出去 所以我覺得要謝謝她 也要謝謝我們的校長和老師 因為要有他們利用假日來陪我們一起上課 我們才能學到那麼多攝影器台的操作 我發現其實拍攝微電影不是一些簡單的事情 要經過準備 討論 分空合作 才能成就一部好的影片 讓我很佩服那些拍電視劇和電影的人 因為在討論的時候 難免會有意見分歧 我們需要經過很多的討論 才能將大家的答案統一 這就是我覺得很困難的一個地方 好 透過你們的拍攝 我才知道原來每個人的身上 都有不一樣的故事 像我們就可以從菲比阿姨的身上學到很多 所以我們也更應該多關心身邊的人之物 沒錯 也希望電視劇前面的小朋友 都可以像今天 雲軒 新入 還有以前一樣 主動發掘身邊人事物的故事 用文字或者是影像記錄下來 分享自己的觀點 讓更多人看到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節目 小主播看天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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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